在上一集新聞知識戰中 我們看到了核四發展的點點滴滴 而本集時事招要竟要跟大家討論 核四真的是危險冰裝車嗎? 冰裝車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繼早交公投成為討論焦點之後 核四的相關議題也突然浮出水面 從總統蔡英文到民進黨官方臉書帳號 前一陣子都連續貼了好幾篇 關於反對核四或核能發電的貼文 其中蔡英文臉書貼出一張圖指出 核四是危險冰裝車 這樣的說法引起學者不滿 對於蔡英文把系統整合和拼裝混為一談 是故意轉移早交公投的壓力 其實核四是冰裝車的說法已經存在很久 而早在2012年的時候 元能會就出面駁斥 表示核電廠本來就不是特定一國或工廠 就能包下執照 因此用拼裝車來形容核四是用死過蕩 核四前廠長也在蔡英文貼文後投訴批評 核四沒有統包工程 是因為集結了世界一流廠商的產品 並且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核電廠 是所有零組件都有同一個製造商所製造 因此認為蔡英文的論述並不符合事實 比較海外核電廠的案例 多年前經濟部曾經在網站上表示 核電廠專業分工是國際常態也是潮流 也列舉了許多海外核電廠設備 整合來自不同國家廠商的案例 包括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等地方的核電廠 都有多國技術整合的例子 除此之外 也有學者舉例 無論是太空火箭、電動車、噴射機 台灣高鐵乃至於智慧型手機 都是由好幾家不同公司製造的零件所組成 因此拼裝不是問題 後續的運用和管理才是最重要的 工商服務時間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蔡英文的天文中也有提到 核四廠曾經有過零件損壞或設備轉移的案例 其實2018年民間黨執政下的台電 就已經出面辟謠 表示試運轉比正常運轉條件更為嚴苛 因此設備組件在長時間使用下 零組件或耗材等有損耗或故障 也是合理狀況 核四前廠長也出面背書 表示設備轉移是程序書允許的 而且經過管制單位認可 因此不成問題 核四到底好不好 一直看法兩極 就連核四重啟商轉的代價 也是各說各話 核四重啟商轉公投領銜人黃世修認為 核四重啟商轉只需大約500億 他拿不到三年的時間 但原能會之前的評估 確實要花費10年前至少要700億元 民眾對於核定的看法也一直存在爭議 但已在把核四和危害生命或核災畫上等號 到底有助於民眾的理性判斷 還是在製造恐慌 核四重啟商轉公投早在2019年就已經沉案 執政黨卻在藻礁公投聲量升高後 突然大力談論核四 難道真的如學者說的 是在轉移藻礁的注意力嗎? 再整理一次事件重點 執政黨在藻礁公投受關注後 另開戰場積極批評核電 被認為是在轉移藻礁公投的焦點和壓力 即使執政黨明確反對核電 也不應該以用命發電 核災公投的說法來製造恐慌 理性討論才能真正讓民眾在公投中做出選擇 總統蔡英文說核四是危險拼裝車 學者則批評蔡英文將系統整合和拼裝混為一談 並且世界上許多的核電廠 都來自多個廠商組合而成 學者認為從飛機、車子 到人手一支的手機都是拼裝而來 因此拼裝和危險畫上等號是不符事實 蔡英文指出核四有設備損壞和設備轉移等等案例 但台電早已出面澄清 核四前廠長也出面背書表示並無問題 本集時事招要進就到這邊 看完後有什麼看法或是想探討什麼議題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也別忘記按在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